而且我已經打了一針疫苗了 然後已經過了十幾天 現在抗體是在 抗體濃度應該是在高點 所以其實應該是非常安全的 對 然後最新的問題會跑到這個右下角 所以就算是後面才掃到QRQ 後面才留言的朋友 也可以有跟就是做應用生拉票的這個空間 那就看我們可以回到什麼程度 那有些新的問題 好像即時冒出來的說 這個是不是用腦魄控制這個別人的思維 這樣子的問題 那這個也會立刻的跑到台上 跑到台上也很好 我就可以立刻回答 沒有啦 現在我是用生扣來控制大家的思維 不一定都是腦魄 但生扣也是用腦魄來驅動的 OK 那有位朋友問說這個 有沒有判斷自己現在是不是被腦控 你現在沒有被腦控 因為你如果被腦控的話 我不會讓你問出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比較嚴肅的問題 那一開始目前最高的兩票 這個我剛剪過的頭髮 謝謝 喜歡吃香菜沒有問題 OK 有四十二朋友想要問說 鄭英豪我們是南部貓礦社 之前討會的職工 去年在民間跟政府的努力底下 對抗疫情打理想飄要生長 在5G的建設 給你用快速發 誒有一個程序動音說聲音 可不可以大聲一點 馬上這個立刻就機知即行 5G建設給你用快速發展的狀態之下 對目前的防疫系統跟建設 每天洗一次頭髮 謝謝 會有什麼樣子的改變呢 不需要椅子沒有問題 我之前去高中演講 有一個推文就叫做唐鳳你坐 然後就有人拿了一把椅子過來 剛好那時候剛看完進階的劇院 另外是民間的開院社群 可能用什麼樣的角度跟方式 來參與貢獻 謝謝偉大 好 那我們在5G的建設裡面 其實很重要一點就是所謂的共同在場 那我們知道說在以前共同在場 如果雙方要達到那種 見面三分情的感覺的話 雙方都要有高速的網路 連線 而且中間不能有Lag 玩過電競的朋友 線上有些朋友也知道我來講什麼 那這種情況下 通常就兩個人都關在房間裡面 有光線的連結的地方才能夠做得到 那5G就是把光線的連結 這種感覺能夠帶到戶外 所以就好比像說在大港開場 那樣子的一個環境裡面 那理論上也可以從一個戶外連 到另外一個戶外 雙方都可以有一種感覺 在彼此周遭這種感覺 那這個在我們的包含片箱 啊 遠距啊 醫療啊 等等 照顧啊 等等 都是非常好的運用 這次在我們今年 我們就推出了像虛擬健保卡 現在大家手機上面的健保快一通 我知道在場有一半的人左右有下載 那健保快一通 現在上面就已經有一個 把你的實體健保卡 變成QR Code的這個功能 只要你是參與我們的虛擬健保卡的夥伴 那就算你是跟對面的醫生 是用視訊的方法在問診 那你需要刷健保卡的時候 你就只要把那個QR Code拿出來 對著鏡頭 有點像大家剛剛掃 Slido的QR Code這個方式 就完成一次的這個健保卡的transaction 那這個目前從今年開始 健保是有給付的 所以我覺得就像我們在SARS 2003年來的時候促成我們2004年 健保全面的IC化 那我們現在這一次的SARS 2.0 就是COVID-19 也促成我們全面的能夠把它行動化 虛擬化 在COVID-19以前 基本上有沒有連20萬人下載健保快一通 可能都沒有 但是現在已經超過1000萬人的下載了 它去年是App Store跟Google Play雙料冠軍 就是排行榜都是第一名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參與貢獻的方式 就是多使用健保快一通 然後多運用健康存折的API 多運用它的SDK 多開發一些新的可能性 我沒有辦法幫你考冰檢 真的很抱歉 沒有提供這個服務 OK好 那有25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最近對於自己的人生 有沒有什麼新的期許 或者新的目標 非常好的問題 我今年的工作其實跟以前比較不一樣 以前是有點就是朝九晚五 就是週一到週五 早上九點到五點工作 但是今年的大部分的工作 都是在早上七點到九點 也就是說跟美東 很多跟加拿大 或者是南美的一些朋友 就是視訊 然後到了傍晚 就是五點到七點 又要跟非洲 歐洲的朋友視訊 所以一天等於就是多了四個小時的時間 專門去照顧跟我們的時區不同的朋友 那現在大家就是還在 就是這麼大的場合裡面集會 但是那些時區的朋友其實已經大概一年多沒有這樣子的體驗了 那他們的狀態 跟我們的狀態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當然要說起許多目標 當然希望COVID能夠早點過去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說 因為這樣每天都經驗三四個不同的時區 也是覺得說我們好不容易有這種全世界可以一起來解決共同問題這種感覺 那不管是在假訊息微臺防治 大概就是每次去好剪裁那是一家社會企業的理髮店 那我就是跟他說隨便你要怎麼弄 只要就是我不需要特別整理就可以了 所以做造型的是造型師 那每一次他都會設計出一個就是稍微長長之後 也不太需要整理的部分 所以我唯一整理或者保養頭髮的方式 就是每天睡夠八小時 睡夠八小時 自然感覺上髮質就好一點了 就不太需要造型了 大概是這樣子 有37位朋友們問說 在AI高速發展的新時代 請問設計群 這個群科在現在社會裡面擁有競爭力嗎 可能沒什麼競爭力吧 但是有合作力 合作力是最重要的 競爭力已經落伍了 競爭力是上個時代的東西 那因為現在大部分的時候 人跟人之間都不是彼此競爭 本來會彼此競爭 個體跟個體之間都是因為有一些很容易定義的 然後每個人做起來可能只差在速度 或者是只差在品質上面 做的時候也會覺得自己好像工具人 這樣子的一些工作 但是現在這些工作都可以由AI所替代了嘛 所以絕大部分面對機器 把機器連起來的這些工作 大概都可以由機器來做 那把人連起來的工作 就是幫人去設想 幫人去計劃的這個工作 就是設計工作嘛 那設計工作反而變成完全無可取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也看到國際上面有一個趨勢 就是說同樣是Programmer 他們現在比較不會把它叫Software Engineer 不會叫做軟體工程師 而是叫做就是我們這邊叫做城市設計師 其實是一個Designer Software Designer 那就是因為裡面面對人的部分變多了 而面對機器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由機器來處理了 所以雖然沒有人跟人之間彼此競爭的能力 但是因為各位學設計思考的朋友 就是去綜合大家不同的立場 找出共同的價值 再透過創新把這些價值一起實現 那這個合作的力量 才是這個時代需要的力量嘛 競爭力是幾經一個落伍的一個想法 那有一個五位問號的這個朋友 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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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40英文的朋友們問說 可不可以給在座諸位學生一些人生的建議 當然大家都知道 這個我都只會給一個建議 就是要睡滿八小時嘛 那但是在場也有一些看起來 比較更年輕的朋友 那就建議就是最好能夠睡滿9小時 9小時是比較好的 年紀越輕需要睡的越多了 我現在已經今年40歲了 8小時就夠了 各位的話應該是睡到9小時是比較好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建議 那不管有什麼原因 讓你在睡前沒有辦法 睡到9小時畫手機啊 或什麼之類的 那都可以考慮用一些方法 像我說的番茄時鐘方法等等 去讓你跟3C產品的互動 可以更帶有intention 就是更有意識的去做 而不是說好像變成手機在滑鳥 的這個情況 那這樣的話 自然就可以睡夠 睡夠的話 其實很多問題都迎刃而解 這是很practical的人生建議 那現在疫情嚴重的情況下 建不建議來辦新一代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們目前的社區的風險 並沒有非常顯著的提高 那我們從去年1月31號就已經知道說 只要在任何公眾的場合 都大家有四分之三的人 願意戴口罩、勤洗手 那這樣子的話 他的R值就是這個疾病的擴散的程度 就不會變成社區傳播 那所以只要在任何的空間裡面 都抱持著這個四分之三以上的人 戴口罩、勤洗手的這個做法 那我覺得就不至於變成 就是大規模的社區傳播 然後疫情真正險峻嚴重的狀況 那這個就是要靠每個人就是互相提醒嘛 我們能夠做的像剛剛說什麼 我幫忙設計口罩地圖 其實那個也是兩個台南的朋友 江密宗、吳展偉設計的 我只是確保說他們每30秒鐘 就有最新的數據可以用而已 但是我們這些都做的事情 就是確保大家都拿得到口罩 但是戴不戴還是完全看大家嘛 所以只要大家都願意戴上口罩的話 我覺得疫情不會嚴重到 我們沒有辦法辦這種大型活動的情況 那有四、三位朋友們問說 怎麼樣面對失敗的時候 或者是撞牆棋 怎麼樣讓自己的心情變好 除了剛剛講要睡夠之外 那另外一個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去問那個挫折 說他能不能夠給你什麼建議 或舉例 好比像說像口罩地圖 去年2月6號剛上線的時候 其實只有在某些藥局 有成功減低他們排隊的 這個不必要排隊的這種人潮 因為理論上藥局賣完了 你就不會去那邊排隊了嘛 但是有些藥師其實是同時發明了 一個叫做發號碼牌的一個社會創新 所以他早上就是收大家健保卡 但是不去刷卡 就發號碼牌給你 然後說到班晚的時候 再拿著號碼牌回來拿口罩跟健保卡 但對於那些藥局來講 他在地圖上面整個早上看起來 一片都沒有賣掉 他是到中午去刷健保卡的時候 看起來才全部都賣掉了 所以一方面很多藥師因為這樣子不生氣了 他要接電話 說為什麼你看起來很像在暗缸口罩 他要說明說沒有 那二方面也有很多人看了口罩地圖 覺得他一片都沒有賣出來後來排隊 那又普空就很不滿 那所以這個時候當然很挫折 為什麼因為我附近的有一家藥局 他的門口就用很大的A4紙 每一個字一張A4紙寫 不要相信APP 全新驚嘆號 那個驚嘆號自己一張紙 所以就是非常大的字 你不要開題 Anyway 就不要在意字體 Anyway 那他總之就是 我在看著那個感覺 其實是非常撞牆的一種感覺 他literally 那幾個字就好像一堵牆一樣 那後來我就是生物吸引 然後告訴自己要強化自己的玻璃心 然後就這個推開了那扇門 然後找一個看起來鑰匙比較不忙的時間 進去趕快買一點東蟲夏草什麼東西 然後就告訴鑰匙說 那很抱歉造成這樣子的困擾 我也了解發號碼牌造成的困擾 那但是因為我們現在不可能說 要求這個民間不要開發口罩地圖 不給他們正確的資訊 我們也不可能要求鑰匙不能夠發號碼牌 所以呢 我沒有招了 那請問這個鑰匙 如果你是我的話 你要怎麼辦 那我不是Ena的中資人 但是就是看起來蠻像的 這個我了解 VTuber真的是很棒 OK 那 對 那所以在這個鑰匙的互動的群組裡面 他們也有一個年輕鑰匙的一個協會 當然啦 就是不會到中午還接到這個 抗議電話 但是他雖然說 早上7點到9點發號碼牌 其實他8點就發完了 所以8點到9點 還是有很多人在找他麻煩 所以他還是要貼 不要相信App警探號 那我就說 那就是 你要的我已經做了 那接下來呢 如果你是這個我的話 你要怎麼辦 我又問了一次這個問題 就是一個開門造句嘛 逆行逆來的態度 那我隔天再回去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門口的那個A4紙 已經撤下來了 但我什麼都沒有做 所以他為什麼撤下來呢 那我就很好奇 然後去那個鑰匙就 心情看起來很好 他要說這個 鄭文我告訴你 這個我已經找到從地圖上面 隱身的方法 隱形斗篷一樣 但你要答應我不能跟指揮官說 然後我說是什麼方法 他說我每天早上進貨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進銷存系統 他要進幾片口罩 他發現前面可以加一個減號 就是說變成負數 也就是說他早上只要進 負一千片口罩 他還不像說 發號碼牌 7點開始發 8點發完了 發完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們的後端系統說 他突然收到了負一千片口罩 他的庫存就變成負的 所以是他客戶要賣他口罩還是怎麼樣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處理這個數字 所以他就從我們的API裡面消失了 所以也就是說 從一百多個地圖上面消失了 那這個情況當然是很有意思 所以我就提醒他說 當然他晚上關店之前 他要趕快再掙一千片 不然他到明天 就還是不會在地圖上面出現 要去所謂的重振 但是二方面說 好那我會答應去跟健保署的朋友想一想 怎麼樣把這個東西制度化 所以在接下來的禮拜四的上版裡面 我們就加了一個按鈕 只要一按就可以自動從地圖上 那一天就可以消失 就不需要他手動 好像白帽駭客一樣 在那邊負一千片 爭一千片 後來我們把那個負一千片修好了啦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民間也有這樣子創新的能量 重點是我們怎麼樣子 增幅在第一線最辛苦的朋友 Empower people closest to the pain 那只要我們能夠增幅他們 不斷地去開門造句說 你行你來啊 不行我來 這樣子的情況 其實心情很快就會變好 因為在第一線的朋友一定有很多創意 他可以解決他手頭上的問題 他所欠缺的只是說 有人把他的這個解決方案增幅 變成一個全國性的一個解決方案而已 所以撞牆期我是不會自己面對的 我都會強化一下玻璃心的 然後去找也跟我一樣 碰到類似的挫折的朋友 然後去一起想要怎麼樣子解決 好的 那有七十位朋友問說今天不是他的生日 那可不可以祝他 只是雖然不是他的生日 生日快樂 我們折衷一下 我們祝這個最近生日的朋友生日快樂 大家生日快樂 那有七十三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鄭文你好像請問疫情過後 有許多過往推動數位轉型 較為緩慢的中小的傳統企業 已經意識到導入5G 導入AIoT 或上雲的重要性 但是常常因為資安的考量而卻拨 如果從政府推動的角度 應該要怎麼樣子幫助這個中小企業 其實5G、AIoT、上雲這些 都是按照企業它實際的需要來做的 所以對於資安上面 我們並不是說好像說我們就硬生生塞一些 你不是很習慣的東西給你 這個也是我們在疫情的過程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設計考量 就是像我們剛剛是說去藥局拿口罩 其實在去年2月6號的時候 我們本來可以提早上版 2月2號、3號 本來就已經有一套系統了 就是透過便利商店的行動支付 因為行動支付是實名嘛 那或者是記名的悠遊卡 或者這邊應該是叫e卡通 那都可以嘛 這些都是有記名的話 它可以達到實名制的這個活動 那但是我們為什麼沒有要求 大家都要用e卡通悠遊卡 或者是行動支付 去買口罩呢 就是因為說我們知道在很多的鄉鎮區 並沒有四分之三的人 並沒有75%的人 有這樣子用行動支付 或是精明式的電子支付的習慣 那在這些地方就會變成防疫的破口 因為沒有辦法一夕之間形成新的習慣 那硬逼它形成新的習慣 一方面它會有種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會擴散 那二方面是說這種資安的重點 並不是它的系統設計好就好 而是要操作的人也能夠很熟悉 那鑰匙對於連續賣新出房間 已經非常熟悉了 鑰匙會有種很篤定的這種情緒 要是告訴大家要怎麼樣子戴口罩請求 大家會相信 所以資安裡面心安的那個部分 大家已經開始交換IG帳號 這個是叫做正常能量釋放 請不要特別放在心上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確保說每一個操作者 都是奠基在他已經熟悉的東西上 然後我們在那個熟悉的接觸點上面 去加功能 所以才是從藥局開始 那接下來 比如說在便利商店的預購 也是去模擬藥局 就是你用健保卡不需要打密碼 去櫃台 如果是老人家的話 可以數銅板出來 沒有一定要行動支付 或電子支付等等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就可以去達到 我們大家資安上面的心安 所以我們在去進行 這種數位轉型的時候 並不是為了5G而5G 為了AIoT而AIoT 在大家習慣的接觸點上面 同樣是視訊 突然之間因為導入5G之後 你可以帶到戶外 或者說他視訊的品質會比較好 真的能夠做到這個見面三分請 但是 並不是說要大家重新 選一個新的接觸點 新的做法 那有了心安之後才有自安 那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去邀請一些白帽的駭客 去進行一些滲透測試 等等的工作 我們很多就是一般人 大家都會使用的系統 或者是一些新的 像沙輪的那個自駕車的測試場等等 在開張之前 都是先邀請白帽駭客來做半年 甚至一年的攻擊 那這個攻擊 他就會告訴我們說 在哪些地方 要攻擊者的心態想一想 就可以去進行修補 有點像一個長隧道要開通 真的通車之前 都會找專業的放火的 這樣講很奇怪 但他們真的專業就是放火 放火的人去稍稍看 然後看在火災的時候 他的自動的 灑水的系統 他的疏散的系統 緊急告示系統 有哪些需要改新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是企業主的話 也可以考慮 就是花一些時間 花一些錢 在這種滲透測試上面 總比你實際碰到勒索軟體 或什麼的時候 再去付更高的贖金 要來得好一點 已經到達300個問題了 真的是大家非常的 就是願意跟這個彈幕互動 非常棒 那這個田聖傑同學 這個我就知道會被推上去 那我們知道巴哈姆特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線上的這一些場域 每個都有自己的一些自律的規範 那如果有自律的規範的話 他就會自己moderate 但是如果沒有自律的規範的話 那當然就會發現說 有一些他律 或者一些法律 上面一些事情 所以還有人為了這個 專門做了一個互動式的網站 那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在任何的一個場域上面 包含我們的slido上面 其實就是靠大家的投票 然後靠大家對於不同的留言 有不同的看法等等 那這個過程裡面 自己會形成一個norm 就是怎麼樣子的 就是情況我們要怎麼樣的方式來處理 那如果是像巴哈姆特 或者是更歷史悠久的PTT 有一個自己處理的能力的話 他就比較不會需要 像剛剛那樣子用類似公民不服從 這樣子的方式去進行highlight 但是如果一個社群 比較沒有這樣子處理這樣子的做法的話 那很容易就會跟外面的這個法律系統 有一些比較就是不良的互動 那所以我們這個在假訊息危害方式裡面也是很重要 就是每一個社群要自己有一個快速的自律的 這樣一個處理方法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那有87位同學們想要問說 成為面對韓國跟日本的文創產業的夾擊 請問這個台灣要怎麼樣從中找到一條出路 我是覺得像剛剛講到就是說 個人跟個人之間不是彼此競爭的 個人跟個人之間是彼此合作的 這個是真的很重要 就是團隊跟團隊之間也許是有競爭沒有錯 但是我們個人創作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要把素材開放出來 去給大家運用 好比方說設計群的很多朋友 都了解到說之前我不是拍了很多照片嗎 那些照片都是用CC授權嘛 Creative Commons 就是你不管怎麼樣去使用 把我做成VTuber 我是絕對不會來告你 那或者是說像在課委會 也有人把他做成什麼唐鳳過台灣啊 什麼腦破耕田啊什麼之類的 就是非常有畫面的一首歌什麼的 客家本色 那他從來沒有問過我 他真的沒有問過我 他就去做了 我也是看新聞才知道 那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如果在創作的時候 不管我們一創的時候 想要做什麼都保留那種二創 三創等等這種環境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確保說 未來的朋友們 那跟我們不是單打獨鬥 而是說大家可以協力創作的朋友們 也可以展現出他的創作的才華 我可以透過這些二創去認識新的朋友 又透過這些新的朋友 再認識新的創作 再認識新的朋友 再認識新的創作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的出路 就是我們都透過像CC授權這樣子的方式 盡可能把我們的素材去公開 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 OK 那有93位朋友們問說 針對高中國中小學的上課時間 是不是可以改成9點到下午3點 有什麼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 不管哪一個學習階段 只要他的上課時間 能夠確保每個學習階段 至少睡到8小時 最多睡到9小時 那就是好的改變 那如果這個改變沒有做配套 或者是說他的配套不夠完善 以至於到最後大家半夜還是 因為要做作業啊 或其實不是做作業是在刷IG 等等的這些事情 那還是沒有辦法睡夠的話 那怎麼樣調整都沒有用的 所以我是覺得 這是整個大家的氣氛 有沒有願意去看到說 如果你是熬夜爆肝 這個學習 那其實因為沒有睡夠 所以其實醒來也大部分都還給老師 還是沒有辦法 甚至變成長期記憶 那其實大部分的長期記憶 包含人格的行程啊等等 其實都是在睡眠裡面完成的 大家一起對於睡眠 有這樣子的重視的話 那我覺得有相應的配套 改上課時間就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那不然的話 其實多出來那些時間 還是會被 三一對有的沒有的東西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是整個社會氣氛 需要整個社會來創新 好的 那有一個追問說 現在學生睡眠幾乎很難達到 八小時或九小時 有沒有什麼這個具體的建議 我具體的建議就是 可以分段 我們如果是剛剛講到中午有時間可以休息 下午有時間可以休息 那就算像我自己 早上如果沒有睡到八小時 睡到七小時的話 那我會盡可能在中午或者通勤 或者過程的時間裡面盡量湊 所以不管是7加1 7加0.5加0.5 或怎麼樣 反正到最後一天加起來 還是要八小時 但這個也需要旁邊的人 不要覺得說 我這樣是在偷懶啊 或在怎麼樣 而是說就是 不到八小時是有點類似 像是我要能夠做 創新工作的一個前提條件 那大家覺得是前提條件的話 才比較容易做到這件事情 那有89位朋友們 這個要提醒大家說 就發問要有素質一點 那不過我是覺得目前為止 回答這些高票的問題 都蠻有素質的 這個不太需要擔心 大家都是一群非常有素質的朋友 好 那有88位朋友們問說 不好意思 這個對於這次作文是不好意思 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 我自己對於作文的看法就是 我不管題目是什麼 我就會寫自己想要寫的東西 好比像說上次有人問我說 如果我有一座新冰箱的話 那我要做什麼事情 那我就說 因為我家裡已經有一座冰箱 所以這個新冰箱 我會把它捐出去 然後透過這個冷風共享的這個方式 然後盡可能讓需要的人 能夠用租用的方式 而不是用購買的方式 來換購這個 來使用 選用 就是能源效率比較好的冰箱 一起達到 就是淨零碳排的這個目標 反正他不管給我什麼題目 我都會講到淨零碳排去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重點還是那樣有一個忠心的思想 那如果有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它是開放式的題目 讓你很容易帶 好比說不好意思 就是一個很容易帶的一個題目嘛 就是說 我們在淨零碳排的這個路上 那有很多要改變的習慣 好比像說 我們出門就可能要自備餐具啊 或者是說自備水壺啊 不是說一支買新的寶特瓶 好像很方便啊 而是說可以透過像鳳茶這樣子的APP 要去找到附近能夠幫忙這個加水的這些地方 那在過程裡面 當然不免就要更多跟人互動啦 因為你到 不管是中油的加油站倒水 還是到便利商店倒水 還是到哪裡倒水 你都會碰到人嘛 那就有一種麻煩他們的感覺 但是 因為你要宣傳的就是這樣子一種 就是不要造成塑膠垃圾的這種感覺 所以你碰到人的時候 也可以再推廣鳳茶這個APP 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個人就是碰到新的陌生人的不好意思 就可以因為這樣子的一種共享的這種感覺 而變成大家一起來推動精靈碳牌之類的 所以如果你給我這個作文題目 我到最後還是會寫到精靈碳牌去 這個也是給大家分享 那當然不是說 那就是 切後行動一定是大家唯一要注重的一件事情 我只是覺得說每次作文來的時候 我不會特別被他的題目所影響 大概這樣 有82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鄭文靈好 對口罩地圖等等的設計發想是怎麼來的 以及對於現代的設計科有什麼建議 口罩地圖就像剛剛講的 其實並不是我的設計 不是我的發想 是台南一位叫做吳湛偉的朋友 那之後將民眾啊 疾管家啊 一百多個不同朋友都能夠投入 那所以我的工作在裡面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只是確保說他們不用自己去蒐集這個資料 而是說靠全台灣的六千多個不同的 透過光纖有連到我們的健保署的鑰匙 然後及時的去蒐集這些資料 並且在資料出現蒐集上的困難 像剛剛講的發號碼牌的時候 盡量不要有玻璃心的去協調這個蒐集 讓它資料品質提高 那我覺得這個發想並不是我來的 但是我確實是創造一個空間 就是任何人只要想到比較新的 有趣的新的做法 那這個做法 我就幫他在下個禮拜四去增幅 那增幅之後 大家就有新的東西可以用 好比像說 像當時也有一些做販賣機的 這個朋友們告訴我說 鑰匙鑰手動刷砍很辛苦 它可以去用自動的方式 甚至用感應式的這種支付 那後來他們也找到 就是台北市的智慧城市辦公室 然後去推動了 直接從販賣機連到健保署的這個VPN的連線 那後來我又發現說 這樣同樣的連線 因為每個便利商店四大便利超商 其實都是只有一台主機是連外的 那每一個不同的店家裡面 有點像提款機一樣 其實是一個內部網路 有點像一台大電腦 然後一萬兩千個 沒有啦大概四千個 四家個幾千個終端這種感覺 所以我只要再簽四條線 那我就不需要一條一條販賣機去簽VPN 我就只要簽這四條線 全台灣的朋友 就都可以用便利商店的Kiosk 就是他的會員機去進行口罩的預購 但是一開始側通那個VPN還是販賣機嘛 就是台北夜安科技的朋友 那我就是把這個概念增幅到全國 因為他們一下子要部署全國的販賣機 說真的也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一個amplifier 一個增幅者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的具體建議其實就是 我們的設計可以更不是 往單一的空間或單一的產品 或者單一的視覺 那個是有點像是你磨練你的設計的技能的事情 我們可以更多一點的去享受互動的設計 服務的設計 策略的設計等等 就像我剛剛講的是把不同的stayholder 不同的厲害關係人 怎麼樣找到共同價值 讓他們能夠共同創造 那你設計越面對人面對的人越多 那你就越不需要什麼都自己來 你每一次設計思考的那個發散收斂 發散收斂的發散的部分那個角度就可以更大 當然就不要超過180度 不然反向發散 但是就是盡可能就是發散的幅度變廣 那這樣的話就不會變成說 好像你自己要跟其他的個人競爭 你看到每個人都是你的朋友的這樣的一個感覺 這是我具體的建議 好的 那有七數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如何透過數位技術 縮短南北差距 剛剛有一個我看到有飄過去一個問題說 昨天沒有睡滿八小時 可不可以在我演講的時候睡覺 當然可以哦 祝你有個好夢 好的 那 這數位問題的朋友的問題是說 如何透過數位技術來縮短南北的差距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當然網路並不是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可以替代馬路 但是在我們的憲法成就條文裡面 很明確的說 至少在基礎的基本教育 特別是國民教育 那以及健康權 特別是全民健保 那以及通訊的這三個基本權利上面 那這個是不應該有任何城鄉的差異的 所以我們在這三件事情上面 這有點像是我們憲法的社會主義核心嘛 就是身體不好要取得這個醫療健康服務 這個是社會主義部分 但是如果是醫美的話 那個就是資本主義部分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刷健保卡部分是社會主義 刷就是提款卡的部分 金融 信用卡的部分是資本主義 所以刷健保卡這個部分 是我們在特別是像5G這一些新的部件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先說 到底哪些地方它目前對於4G的使用率不好 或它的連線環境不佳 或者是當地的朋友們看不出來說 為什麼要使用網路來存取這些健康或教育服務 那我們會在這些部分去優先的投注預算 事實上5G的很多的那個標金 溢價出來的標金不是去補國庫 而是去實現這個越偏向越先進的這個目的 結果我們在4G的時候就已經是這樣子做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說 有沒有哪些創新 它一開始看起來不一定有市場的價值 但它已經有社會價值 有社會的影響力 剛剛講到那個鳳茶 其實後來國建署就去跟他們合作 因為在手機上面裝鳳茶的朋友 本來就知道怎麼樣子去裝水嘛 所以如果天氣突然間很熱 一下子飆到快40度 那大家有可能有熱傷害 就是中暑的風險的時候 那它就可以去用這個陽光的角度啊 或者是風的風向風速啊 或者是氣溫啊等等方式去算出來說 這位朋友他應該要趕快補充水分 然後就直接推送過去 那像這部分他就真的可以透過數位技術 去縮短南北的差距 因為雖然每個地方他的醫療資源的分佈是不一樣的 但是寬頻網路至少這種推送的能力是相同的 那這樣的話每個人就可以更知道說 我要保護自己的健康 我要注重自己的健康的時候 我可以雖然醫生不在旁邊 但是也可以透過像這樣子一種互動的方式 去一下子就接觸到一群人能夠來彼此提醒 然後促進彼此的健康 所以我覺得在健康促進的這個層面 我覺得是大家很能夠去做的 那當然遠距學習遠距教育等等 這個很多朋友可能現在已經比我還熟 這個線上共同創作 這就不需要我來多講 那這個部分也是可以做到南北的差距 那有86位朋友們問說 你認為哪些工作會消失 我覺得任何工作它只要輸入簡單輸出簡單 中間是重複性的 人跟人之間只有速度跟品質的差別 像這種形狀的工作所謂trivial 就是穩就是穩定的工作了 那這個工作就會消失 反正不穩定的工作 不是說這個工作本身隨時會被fire不穩定 而是說你每次的輸入 可能跟昨天的有點長得不一樣 因為可能你是面對人每個人都不一樣 就算同一個人每天的狀態都不一樣 那它的輸出也不是穩定的 就是說你有創造的能力在裡面 所以你今天醒來有一個靈感 那你就不會用昨天同樣的方式去做創作 你今天會想到一個新的梗 一個新的說法 一個新的角色 一個新的顏色的搭配 等等 那這些也不是穩定的 所以只要它的輸入不穩定 或輸出不穩定 那這樣每個人就有自己的創意在裡面 人跟人的互動在裡面 那這些部分的工作就不會消失了 好 那有68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請問你對SpaceX的老闆 Elon Musk 跟ZoZoTown的老闆 前則有做合作的月球計畫 有什麼看法有沒有可能成功 如果你有這個Follow這個SpaceX的話 其實它大部分的計畫都不是 一開始都不是以成功為目的 它是以這個失敗 然後讓全世界看到它怎麼失敗 然後全世界從它的失敗裡面學習 作為目的 當然現在SpaceX的太空船降落 好像已經比較不會爆炸了 已經進入一個比較無聊的一個階段 但是在它進入無聊的階段之前 就是每次爆炸 它都會有一個Post Mortem 就是讓這個全世界包含工程界 太空界 都知道說 到底這次爆炸是怎麼回事 那這次是降落過程就爆炸了 降落那一刻爆炸了 降落撐了多久才爆炸呢 等等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跟我們傳統上面 對成功的那個看法真的是蠻不一樣的 我們傳統的看法是說 我本來就已經預測到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它剛剛好就發生到這件事情 才叫做成功 那但是像SpaceX的做法就是說 它本來預測就是大概會爆炸 但它不知道怎麼爆炸的 所以就做做看嘛 然後就爆炸了 那爆炸之後 大家都學到一些事情 那等於幫所有未來的人付了學費 那這個呢 反而他們覺得是成功 所以就是以公開的失敗 但是也不叫失敗 公開的爆炸作為成功 把成功的定義重新定義成 就是爆炸讓大家學到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可以學習的部分 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人 悶著頭失敗 那個叫失敗 但是如果你是非常公開的失敗 像剛剛講到那個發號碼牌的 那個真是超公開的 因為全網路都在 那個就是藥局發號碼牌 口罩地圖不准的這件事情 非常公開的失敗 那我們也非常公開的讓大家有學到東西 後來也真的解決了 然後也在大家的建議之下 開始出現朝商預購 就是健保快一通等等這些東西 那也不能說是成功 因為每個部分都還創造更多的爆炸的狀況 但每次的爆炸 下個禮拜四我們就分享出來我們怎麼解決的 那這樣子的話我覺得是大家一起的成功 那雖然個人是感覺上是失敗或挫折 但是因為就是每個禮拜都有所進步嘛 感覺上就比較不像是失敗 所以爆炸跟失敗我覺得還是可以分開來的 好 那有87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現在的教育都希望學生能夠增加自己的創意 那而不是說好比想說成績一定要多好 但是呢並不完全是這樣子嘛 好比說在會考學測統測這樣子的一種場合 其實都是以成績來選擇學校 那對於這樣子的教育有什麼看法 或有沒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 我自己這個不是很適合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我國二就沒有念了 所以就是對我來講會考學測統測 好像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對那 對因為我連高中是什麼都不知道 對就是從來沒有念過高中 所以對我來講其實重點是你在什麼時候找到有興趣的一個題目 像我是國二的時候 當時真的很想要了解的一個題目 我到現在都還在做這個研究題目 就是為什麼在網路上面人跟人之間可以快速的彼此相信 但是在網路上面人跟人之間又會快速的彼此不信任 那比起面對面 面對面感覺上就比較慢熟 但是也不會一下子就是一言不合就封鎖等等 就是在網路上面這個人際關係 一下子就很容易往極端的方向去發展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我在1995年想要研究這個題目的時候 當時甚至連網路社會學 這個學門都還不是真的有存在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要學這件事情的時候 沒有辦法在學校學 絕對不可能開這個課的 大學也沒有開這個課 也沒有這個系所 所以我自己就必須要好像天上本來就已經有星座 就是不同的群科不同的系所 那我要這個方向 那旁邊是什麼星星 我就拿一兩顆下來 所以就有點像是社會學要學一點 人類學要學一點 語言學哲學互動設計什麼都要學一點點 但是每個都只學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的那一小部分 那自己湊成一個新的星座的那種感覺 那有這樣子的情況就是PBL嘛 這個Purpose Based Learning 以某個社會使命為導向的這種學習 那有這樣子的情況的話 那其實你就等於已經贏在起跑點上 因為沒有別人跑那個方向 你就轉身跑自己的方向 那這樣的話 會考也好 學測也好 統測也好 其實對你就基本上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就算我當時是中覺中錯 但是我在台灣找到做類似問題的研究的老師 那他是大學教授 他也願意每個禮拜留一兩個小時的時間給我 有點像Office Hour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可以就是天南地北的去聊說 我們要怎麼樣子來探索這個問題 那他也沒有管說 我沒有學籍或怎麼樣 因為對他來講我只是一個比較年輕的一個 跟他一起研究一個他也感興趣的問題的一個 做學問的人而已 所以我覺得共同創作了 不管是在學術界 還是說我們真的做一些作品出來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那其他部分就是會考學色跟統測 是把它想成是讓他能夠帶領你去接觸更多一些事情 直到你能夠找到心裡的那個想要去探索的問題為止 那如果那個問題夠大的話 其實我們這個世代就只能探索 我們這個世代能夠探索的部分 絕大部分還是要留給下一個世代了 好 那有一個程序問題 程序問題先處理 說這個後排聽不清楚聲音QQ 那我要講什麼幫QQ 好像不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這是聲控可以處理的問題 我是可以 我這樣已經是貼著麥克風了 所以收音很難比這個更好 所以大部分應該是喇叭或者音場的問題 那這個應該是有錄影 所以也許也可以回去看錄影 但是我會盡可能就是在逗號的時候 稍微再多聽一下一下 那就是讓大家在腦裡有一個buffer 去處理我剛剛講的那句話的語音辨識的部分 看這樣子會不會稍微能夠用這個軟體 可以彌補硬體的不足 有77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政委可不可以分享最近正在閱讀的書籍 我最近在難得的看紙本書 我大部分的閱讀因為靠全文檢索在看 睡前快速的翻閱 只記得關鍵字跟關鍵字中間的連結 但是不會去特別去把字在腦裡面發出聲音來 那這樣子念書是非常的省時間 那但是它的壞處就是說 如果沒有全文檢索好像有紙本的話 那我是就沒有辦法透過這些關鍵字 再還原到那一頁去 那所以我看紙本其實看的不算快 我是看電子書加上全文檢索才能夠看的比較快 那但是我這個月就是最近四個禮拜以來 難得的有看三本紙本書 也就是慢慢的看 那他是陳耀昌醫師寫的所謂的台灣花系列 三本小說傀儡花、獅頭花、苦戀花 那他寫的就是之前斯卡羅族 就是其實離這邊也沒有特別遠 就是現代的台灣族的前面的一個斯卡羅王國 那這個王國的大頭目嘛 他跟美國的海軍陸戰隊打仗 而且打贏了 而且還簽了一個國際條約 而且是平等條約不是不平等條約 那這些都是在日本人來台灣之前的事情 那很少人知道這件事 那不過很快就會人盡皆知 因為就是八月的時候公事有疑 把他就是拍成斯卡羅這部十二集的這個大和劇嘛 那所以我現在就是等於在看他的原著小說 然後也在想說 怎麼樣子去promote這樣子 因為他有日文版 他有英文版 那我日文版是還看不太懂 但是又在看英文版 所以又在想說 我們怎麼樣把這種跨文化 transcultural 跨文化的這種歷史的觀點 去帶到全世界 也許這是一個 陳醫師把它叫做彩虹史觀嘛 那所以就是每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也許可以二十種不同的國家語言 是二十個不同的歷史的觀點 那不是誰去否定誰 而是大家能夠彼此走入彼此的觀點裡面 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所以推薦大家閱讀 那有人這個發現slido可以修改他的問題 所以他就謝謝你幫QQ有變大聲了 我們也看到QQ從小寫變成大寫了 這非常非常棒 這個視覺跟聽覺是有那種就是連絕的這種狀態 這個非常具有設計的這個素養 好 那OK 有六四位朋友們問說 對於學習歷程有什麼樣子的看法 會不會覺得是在搞死學生了 當然很多其實是你對學習歷程的期待 很多人覺得學習歷程 其實它本來只是一個結構化 大家本來就會提供給大學端的校內表現的 這樣子一個空間而已 它本來的設計其實就是要 讓大家在整理資料的時候可以省一些時間 但是呢 因為就是承載了非常多的期待 所以現在就很容易變成好像軍備競賽 這樣子的東西呢 就會在上面加上去 那我自己的感覺是 就是把它當作平常的行為 因為對於大學要去組隊打怪 就是要去看學生 哪些學生要收進來的人來講 其實各位學生就是高中學生或者是大學要念研究所 是跟現在是反過來的情況 就是大家都想要念特定的一些大學或者是系所 但是他們的招生人數非常非常有限 現在已經大概大部分時候都不是這樣子的情況 那所以學習歷程 反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就是highlight你想要有怎麼樣子的隊友的這樣子一個機會 那你在學生的時期不管是社團 你怎麼樣子傳承怎麼樣帶新人 或者是自己的實習或見習 就是你怎麼樣子累積你的portfolio 那主要還是透過這個去傳遞說 你想要有一個怎麼樣子的氛圍的隊伍 那你在這個隊伍裡面想要一起來探索怎麼樣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 可以讓看這個學習歷程的大學的招生的那邊的朋友知道說我要怎麼curate 要怎麼樣子去做策展 那你如果只是單純的去做類似像競艦型的軍備競賽的話 那它反而可以用的資訊量其實反而沒有那麼多 所以應該是還好 那也希望大家是以平常心去看待 有的時候就是大部分都是腦補了 雖然腦補很補 但是就是其實不需要那麼補 那有一位朋友問說為什麼有一個13讚的一直卡在上面 是不是被MopCon這個入侵 這個我也非常的好奇 為什麼slido會變成這樣子 那可能因為它是最早的一個體溫 那而且這個我們也是之前MopCon那個問題好像已經回答過了 所以我看一下我可不可以把它拿掉 可以拿掉 好棒 所以程序動議還是蠻有用的 那有60位朋友問說 這個我的一位老師說 現在疫情的這個情況 大家都應該停擺不動 即使經濟文化倒退20年 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碳排放量倒退20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大家應該為此而努力 你可以給我什麼題目我都會講到這個 那你認為現在疫情是應該要繼續發展經濟 還是全部停擺比較好 是不是來專注疫情的問題 這個在台灣有人會問這個問題 我覺得很棒 表示他有關心世界的那個心胸 確實這是全世界疫情嚴重的國家都在討論的一個問題 我在不管是早上7點到9點 或者是傍晚5點到7點 跟很多人在討論都是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在台灣應該是沒有這個問題才對 因為我們並不是在這個中間去做一個取捨 就像剛剛講的 只要有4分之3的人 現在顯然超過4分之3 都帶口罩清洗手 而且是在每一個空間尺度裡面都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一直不需要面對這樣子的一種取捨 我們也不需要去管什麼經濟文化倒退的這個問題 我們就可以一直處理這個防疫 而且不管病毒再怎麼樣子更新它的病毒嘛 就是再怎麼突變 那我們的口罩是物理疫苗嘛 所以也沒有疫苗有效性的問題 反正它只要還是呼吸到傳染病毒 口罩就還是一直有一些用處 所以我覺得這個物理疫苗才是最重要的 這是大家應該最專注的事情 那我剛剛也是稍微猶豫了一下才拿下來 不過我再次聲明就是打第一劑是保護自己啦 然後打第二劑是保護別人嘛 但我現在已經打了第一劑 所以抗體量應該是在最高的情況 不過我待會下台以前還是一定會把口罩戴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大家應該要專注的 那其他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當然我覺得目前還是要靠疫苗的 就是Generally Available 就是一下子要把疫苗的生產量 弄到比世界上的人口數要多那才行 那這個做法當然現在全世界包含WTO 最近也都在討論說 那是不是有一些藥廠的專利啊等等 要能夠開放出來 讓任何地方的人都能夠生產 至少把這一波押下去 那之後我們才能夠來討論 就是關於經濟跟文化的這些 怎麼樣存續等等的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是目前最重要 那台灣因為兩支國產疫苗 目前看起來表現都蠻好的 所以也許很快在這件事情上面 也可以就是台灣Can't Help 台灣Is Helping的情況 對那有一些朋友已經掌握了 重複刷贊的這個訣竅 那確實就是slido並不是完美的 確實可以開無痕視窗重複刷贊 但是如果你是重複刷贊 就是PO上來 而它其實沒有什麼具體需要回答的 那我也只會點個頭就把它收下去 所以其實就說雖然它是能夠有議程的制定的權限 那這個議程要怎麼回應要花肌腦中 仍然是我自己的事情嘛 所以其實刷贊不是就是 真的很好地使用你的時間的方式 不過你要是想試試看 我是不會阻止你的 好 那有69位朋友們 70位朋友們問說 要怎麼樣子提升自己的自信心 那有時候覺得自己好像也不錯 但是如果沒有聽到認可或者肯定的聲音 常常又會懷疑 自己是不是其實沒有那麼好 應該這樣講 就是我覺得自己的自信心的培養 對我自己來講 其實不是在我自己好不好 或者我做的事情有沒有被認可 相反的是我覺得我在意的這件事情 有沒有足夠多的人 一起來共同創造來提供素材 所以大家可能會發現說 我在網路上面 不管是看起來對我很友善的 或者對我不友善的 只要我發現他有具體的建議 我立刻就會跳出來 會感謝他去增幅他的這個想法 那就是因為說 我可能因為之前開發Siri 開發了6年 2010年到2016年 在蘋果主要都在做Siri 所以我已經練到說 就是就有點像是 大家跟Siri怎麼講話 他都不會生氣 是一樣的道理 就對我們Siri Team的人來講 大家不管怎麼講 我們就是原來中文可以這樣用 趕快記下來 就是把它當作語料 把它當作素材來使用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重點就不是你有沒有受肯定 或者否定 而是大家的注意力有沒有放在 你覺得大家的注意力應該要放在的 好比像說 這個達到精靈轉型 精靈探牌 這件事情上面 那所以 只要有足夠多人 放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自己的自信心 其實是可以放在這種 比較穩固的 就是你自發想要探索一件事情 大家一起來探索這件事情 真的很有趣的事情上 而不是說你的表現比旁邊的人好 或者比旁邊的人不好 因為後面的這個是 它是完全靠你旁邊的人 是誰來決定嗎 突然來一個很厲害的 那你好像相對名次就減低了 但是如果是有多少人有興趣 來一起做這個切合行動 那這個就是所有人都只能加上去嘛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有自我懷疑 那沒問題啊 就變成一個創作的動力啊 有人看起來做得比你好 那太好了啊 他行他來啊 因為重點是那個共同的目標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情況下 自信心就可以放在一個 比較穩固的一個基礎上面 而不是來自於這個比較的基礎上面 有75位朋友們問說 這位好 您本人在教育期間 我受的不是台灣的正規教育 想要了解 在這段時間是怎麼自我學習 或做哪些人生規劃 你會推薦學生學習 您這麼做嗎 當然我比較幸運的是說 我關心的這個題目 就是在網路上面 為什麼人跟人會快速彼此信任 這個題目是非常不受器材所限制的 任何時候我只要連得到網際網路 能夠寫得出城市 讓大家再像slido 這種寫出來的城市的空間裡面互動 我就可以做這個研究 那如果我今天做的研究 需要特定的器材 或者是說沒有那麼快的迭代 它需要等一年 好像做了農業很多朋友 一年生日時 我們就要等它一年 這樣子的情況 那我大概就沒有辦法 就是像我看到那時候二十四五歲的時候 看到全世界大概有二十個不同的研究者 對我在做的這個題目是有貢獻的 那我因為我看他的paper在線上互動 我就在兩年之內 跑了二十個不同的城市 那我就是去其中一個研究者 然後就住到他家裡 然後就跟他一起做這方面的研究 直到他受不了我為止 然後我就會跟他說 那你必須要推薦 就是我下一個去拜訪誰比較好 那很多人還會願意幫我出火車票 真的是非常棒 那然後我就再跑去下一個人 去寄生 然後再下一個再下一個 那這個並不是我發明的 這個是一個數學家 叫Paul Erdysh 艾利序這個數學家發明的 他就真的就是 在每一個不同的數學的學門之間 就是透過這種不斷寄生在人家家的方式 去做研究 所以我當時是可以說是在資訊科學的圈子裡面 去做類似Erdysh當年在數學圈所做的事情 那當時其實我也很感謝我的家人 心臟真的要很大顆 因為我小時候還是那個 就是不要隨便上陌生人的車 不要隨便這個被陌生人帶走的那個環境嘛 現在當然就是大家都是 你知道手機叫車 都一天到晚上陌生人的車 好像也沒有什麼問題的情況 那但是在當時那個文化在轉變的時候 也是很感謝家人給我這樣一個空間 當然我還是每天寫blog寫日記 讓他們知道說我很安全 沒有被怎麼樣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就是看你自己 對你自己所在的那個群體 有多密切的這個聯繫 那如果有的話 你到全世界都有像這樣子的朋友的話 我是覺得切換很多不同文化的觀點 那往往對於創新是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你不會習以為常覺得某件事情好像非怎麼樣子不可 那現在當然因為疫情 你要跑20個城市 真的是開玩笑 那但是我們在台灣裡面 也有這個很多20種不同的國家語言 也有20種不同的文化 那也是可以去這樣子去接觸你比較不熟悉的 特別是原住民族的 但是也包含很多別的文化 很多新移民 或者是很多朋友 包含矽谷的朋友 現在也很多拿金卡跑來台灣 所以在台灣也有一部分的西谷文化跑來這邊 那所以你不一定要出國 但是這種跨文化的巡禮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不管在體制裡面或者外面 都很推薦大家用這樣子的方式 那有朋友 再提醒我記得要喝水 謝謝 我在半小時演講完就會去喝水 有65外朋友們問說 你覺得現在股市的走勢 對於未來經濟有什麼重大的影響 我覺得現在的股市的走勢 就是對於現在的經濟的影響 未來的影響應該是未來的走勢去影響 股市它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面的超前指標 它不是去指出未來會怎麼樣 它就是反映目前當下 就是大家對於不管是最新的訊息 或者是說對於這個產業鏈的重整 等等的這個狀態而已 所以我是不會 read too much into it 我不會覺得說好像股市它有 有預測10年之後的那個能力 但如果你對這個東西有興趣的話 那或許可以看一下這個未來時間交易 這些題目就是 prediction market 那個就是用類似股市的方式 但是主要是放在對於未來的預測上面 但是那個並不是 literally 不是現在的股票交易的那個股市 那個是對於就是訊息以及 forecast 對一個市場 有興趣的話也有很多這方面的文獻 台灣好像也有幾個 大家是可以實際上面去用用看 那有些朋友們問說 這位你好想請問目前 AI人物智慧已經越來越發展 未來有沒有可能全面取代人力呢 我是覺得不是取代人力 它是把人跟人之間本來很難組成那麼大的團隊 然後透過AI讓我們能夠人跟人之間更能夠 彼此互相齊心協力 就像如果沒有slido這樣子的一個系統的話 那其實我們也不知道哪些問題是66個人想要問 哪些問題其實是就是沒有其他人想要問 就是自己在底下開始正常能量釋放吵架 就是說我們如果沒有這樣一種輔助式assistive intelligence 輔助式智慧的系統的話 那我們的群眾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其實是沒有辦法去發展的嘛 我們以前如果沒有這樣子一個投影啊 大家沒有手機啊 沒有這個大家都是能夠連到網路寬頻人權啊的話 那我們最多只能傳麥克風嘛 傳麥克風絕對不可能用這樣的方式來演講的 所以我對AI的看法都是在它怎麼樣子去做所謂的collaborative learning 我不會那麼注重在machine learning 而是說我們人跟人之間的溝通 如果本來是要花非常多的溝通成本 有沒有可能透過一些自動化的方式 或者一些互動空間的設計 讓人跟人之間彼此性能那個狀態 早一點達成 那達成之後大家就可以一起創造一些共同的價值 而不是說好像就是要等到你說話的那個時候才能夠說話 事實上slido就是現在660個問題 就是大家在同時說話的一個結果嘛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對AI的最基本的看法 它不是用來取代人的 它是用來增幅人跟人之間相對的溝通 好 那有60位朋友們問說 這位年目前比較大的軟體平台 或者社群網路 幾乎都是外國公司 想請問政委對於數位殖民的看法 不一定是外國公司嘛 也有些是外國的基金會嘛 譬如說危機百客啊 或者開放街圖啊 或什麼之類的 那或者是外國的這個合作組織哦 或者是外國的開放原始碼社群哦 那但是當你變成開放原始碼社群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不太有外國跟本國的差別 因為你不管是什麼時候想要把它做什麼額外的應用的時候 那它就可以很容易的讓你去做那樣子的應用 我舉例好比像說像我們在以太方的這個 它算不算公司啊 它有一個基金會 對 但它主要可能不是基金會吧 它主要就是鏈權嘛 就是一個社群哦 那它雖然一開始當然Vitalik Buterin 好像還沒有取得台灣的國籍哦 不過我會盡量說服它 但是我也如何覺得說 它目前並不能算是本國人 但是大家可能知道以太方基金會很多的研究員其實是台灣人 或者他就是人在台灣 或者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更多人跑來台灣 那所以某個角度說明台灣的社會價值 它有Inform這個以太方的開發 那或者說我跟Vitalik 其實現在在自己創業嘛 就是我們有一個Radical Exchange Foundation 我自己一方面在行政院當政委 但是我非常的斜槓 斜槓的斜律已經現在到七個國際組織的理事 所以斜槓已經快變橫槓了 就真的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在這些這個七個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國家裡面 有一些新的想法 比如說是以太方發明了平方投票 平方融資 平方募資等等這一系列的新的治理方法 那就不是像在Slido上面 大家每個題目只能投一票 要想像配票一樣 每個人有99個點數 那你特別喜歡一個問題你可以灌票下去 但是就是一票一點 但是兩票就要4點 3票9點 4票16點 所以有99點的話你只能灌到9票 因為10票100點嘛 你能100點 那所以你灌了9票81點 剩18點 那就會想說旁邊那個問題看起來也不錯啊 那是不是18點可以換成成4票 你還有2點要怎麼樣投兩個問題 有一些也許該收回來等等 那這些做法其實我們就已經在包含前兩年 我們很今年的總統被黑客送已經用了以太方發明的這樣子一個治理方法 那我也不需要去付什麼授權費啊等等 因為它是一個開放式的創新嘛 他不會來告我 就跟我的這個素材啊這個照片不會去告其他人是一樣的道理 那又是在新的這個投票文化總會 他們現在要辦什麼總統文化獎 因為他們也會發現說 總統被黑客送用一個新的投票制度 那我們在總統文化獎也可以來試試看啊 那所以這邊也工商一下 如果有想要報名青年創意獎的話 我們今年的總統文化獎青年創意獎 也是用平方投票法來進行投票等等 所以這些新的東西 它雖然是在外國社群外國基金會外國的以太方發明的 可是到最後適用的時候 你看我們一下子就可以把它變成 我們本國的治理功能再適用 所以在開放式創新的環境裡面 其實比較沒有那種殖民或者不殖民的這個問題 因為殖民者也沒有辦法去控制終端使用者 到底要怎麼樣使用這個技術 每個終端使用者如果想要怎麼樣去挪用這個技術的時候 他不會被告嘛 那就可以直接挪用這樣子的技術 所以我對於數位殖民的看法 就是更多人的去使用自由軟體 是使用開放式的創新 開放禁用的科學等等的這些做法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不會受到殖民的狀態所影響 那像大家可能有聽過的PTT 其實也是在Github上面的一個開放原始碼的專案 它一開始也是國外的BBS 那是二十幾年前的事情了 的程式碼改過來使用的嘛 那所以這個時候其實任何人對PTT的治理原則 有什麼提議有什麼想法的時候 其實它也不需要去問國外的原廠 國外原廠可能已經不知道在做什麼事情了 而是就是隨便現在大家想要有什麼功能 它就可以再加什麼功能 那就不像說Facebook它一大部分的收入來自於廣告商 所以它很多的功能就是要服務廣告商 包含讓人特別上癮的那個部分 那PTT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當然現在台灣有很多新的社群了 所以我是覺得我覺得台灣是一個蠻好的能夠用社會部門 去抗衡數位殖民的一個地方 那有六十二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關於大多數學生在讀資儲科的時候 都會因為會計而受挫 我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寫程式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大部分的時候寫程式不是像學一種外國語言一樣 好像說你一定要把它的關鍵字都備會 文法要非常好等等 其實外國語言也不應該用這個方式學 像我自己學英文的方式 不是想要去考什麼GRE什麼檢定 而是我想要玩一個當時新的遊戲叫魔法風雲會 Magic The Gathering 現在還有人在玩 是一個非常歷久迷信的一個遊戲 那當時Magic The Gathering其實還沒有翻成中文 只有一點點翻成中文 絕大部分都還是英文 所以我如果要玩的話 我就要背一些很困難的單字 光是一個反擊咒語 它就有各種各樣的講法 什麼什麼 Abeance Dissipate Annulation 什麼之類的 那所有的這些字其實都是GRE程度的字 但對我來講其實就是一個一個的一張牌 那所以我在用的時候腦裡是有畫面的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因為要組牌然後因為要出國比賽等等 那所以到最後我還不得不把這些健身的單字去學會 但是對我來講那是在一個很開心的這個狀態裡面去學的 我不是為了要考高分而去學的 所以程式設計也是一樣 就是說如果你學一些試算表怎麼使用 你學一些統計方法怎麼使用 學一些自動化怎麼使用 甚至像Securi這種就是你要重複的操作 某個訂票或者定位或者是什麼系統 你用電腦視覺的方式 就是把螢幕錄影直接變成一個程式 等等的這種方式 都是讓自己省時間的方法 所以當你在處理一個學科的時候 我是建議說多多少少學一些 讓你在處理這個學科的時候 可以不用自己全部做全部的事情的這種程式設計 那透過程式設計的方式去掌握那個學科 我覺得就比起單純的要學一個技術 或者是一個深設計要來的容易一些 那所以會計我想也是可以運用相同的這個原則 去apply上去 總之就是學一點深設計 用來讓自己能夠早一點睡 能夠睡到8小時才是最重要一件事情 那如果有睡夠的話 那比較能夠去跟挫折感去相處 那挫折感也許過了一陣子之後 你也可以從中學習到一些事情 就不會急著要解決 不會要急著 急著解決什麼事情 自然也就不會受到挫折感的影響 有63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在前些陣子因為公安疏失 導致台鐵有史以來最大的事故 想詢問除了提升目前治安的素質 還有什麼其他建議可以預防類似的狀況 題外話 酒駕以及微停的車輛 都是不可預測意外的凶手以及幫兇嗎 後面那個真的是題外話 因為感覺不是一個問號 就是希望我講出來的一段話而已 這個我有講出來了 謝謝 好 那當然在鐵路的安全上面 其實我們最近有看到很多很有創意的對於AI的運用 它比方說像高鐵的那個碰撞政策 本來是 purely mechanical 就是你碰到了那就偵測嘛 那現在在邊坡啊等等的地方 就開始放電腦視覺 就是就算它不是從某個特定的地方下來 因此也就沒有特別撞到你的偵測器 但是只要在Computer Vision看起來 有一個異常的東西在上面呆了這個一定的描述的話 那它就會即時的發起警告 這個我們在年底之前已經會有部署了 那還可以在這個把它往前延伸嘛 好比像說現在也有裝在列車頂端的那種輔助式的AI視覺系統 所以它可以看的可能用類似像光達這樣子的技術 LIDAR的技術 它可以看得比司機的眼睛可以看得更遠 那它看到立刻就可以去類似像副駕駛一樣的這個做法 跟司機去進行就是聯合動作 那當然這個就是False Positive False Negative的問題 就是要先解決 但是我想這些部分都是可以 尤其是現在已經盡可能的把就是鐵路的彎道端 都要改成執行端的情況下 未來像這樣子的AI技術也是很可以大家投入去期待的 所以如果你是做電腦視覺的話 我覺得之後有很多像邊坡偵測這樣子電腦視覺的工作 即使你投入好比想說一個月的這個努力 你只是讓它的精準度提高1% 那只要有足夠多的人投入 那很快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蠻適合 Crowdsourcing 就是大家一起來想辦法怎麼解決的一件事情 那有65位朋友們問說 可不可以請我表達一下對於核能的看法 我對核能的看法 我對核能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並不是學核資工程的 不過當然我會了解到說現在核能界 正在想盡辦法把自己的那個反應爐弄得比較小 我有看過一個新創 是不是反應爐 它是把核廢料放在鑽石裡面 然後就可以持續的發電 這樣子的一種做法 目前那個就是readiness level還在最前面 所以也不一定真的會成功 說不定 不過應該不會爆炸啦 放到鑽石裡面不知道要怎麼爆炸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現在就是核資工程是一個很大的領域 也有很多人在想那種 如果我就是蓋了這個一整座廠 才發現這個廠底下這個有不明的地質情況 那我如果一開始就是像 你知道在那個美國海軍嘛 很多這個艦艇上面都是有核子動力 它其實就是一座小的核電廠 但是人家就可以放在船上 放在飛機上放在車上 那然後所以如果真的 他發現底下地質有什麼問題 我開走就好了 等等的這種非常小型的這個情形 那這些都是回應大家對於安全的這種疑慮啊 以及這些就是覺得說那我現在覺得地質是這樣 我明天說不定就會發現關於地質的新的情況 所以它會動真的是比較好 最好可以裝在鑽石裡面和廢料發電打包帶走 那所以我覺得這方面的研究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大家是對核工有興趣的話 是很可以投入這方面的研究 但因為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這些哪些是屬於天馬行空的部分 哪些好像是有可能實現 但是在它能夠讓大家的這種疑慮減低之前 當然現在因為就是 鋒利跟太陽光電在就是單位成本方面 最近有非常就是飛躍式的成本下降的這個情況 所以它也造成就是核能這邊比較大的創新的pressure 但我覺得絕大互相刺激嘛 總不是一件壞事 有64位朋友問說 這位您好 這個近期的資安意識提升 連蘋果也逐漸授權用戶選擇 是不是應該讓應用程式 開發商取得個人資訊確實 未來大數據會不會因此而失准投放 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是自己願意提出來的數據的話 那它的品質就可以得到確保 那如果是它是passive 就是你其實本來沒有要提供這個數據 你被就是收割 現在是叫收割嗎 就是被被動式的這個收集的話 那其實這個數據的品質一開始就有問題 而且說不定不應該是用在這樣子的使用的 所以我只覺得data bias的問題 當每一個人在蒐集的時候都是主動提供的時候 bias一下就看到 而且一下就解決了 我舉例 好比像說 像我們在一開始口罩地圖的時候 大家會發現說人口的分佈 跟藥局的分佈 跟口罩量的分佈 幾乎是完全對應那個圖 疊上去 幾乎是完全一一對應的 我們那時候在行政院裡面疊那個圖 我們自己很開心 覺得說我們非常公平的分配 每個人附近 差不多相等的距離 口罩的可激性是相同的 那但是很快的就有一位這個 鴻海之前大數據的副總裁 高鴻安委員 那在立法院就開了open street map 它是另外一個視覺化 跟我們的視覺化是不一樣的 他發現說他稍微zoom out一點點 就發現有很明確的供需失衡 那他就質詢我們城市中指揮官說 這個供需失衡的情況 那因為按照他們的分析 其實時間成本是不一樣的 我們剛剛的覺得很公平 是每個人都有直升機的情況下 才會很公平 就是地圖上面的距離是一樣的 但是其實在不是大都市 或者是公共運輸系統沒有那麼好的地方 每個人要到同樣距離以外的 藥局的時間成本可以差非常多 他如果要等公車要轉車等等才能到的話 說明他到的時候藥局已經打烊了 所以會出現明確的就是 每個人花的時間差非常多的這個情況 這個就是data bias 我們在蒐集的時候只考慮就是物理距離 但是我們在payson的時候沒有考慮到實際的 opportunity cost 或者它的time cost的情況 那所以高委員因為我們每30秒更新一次數據 所以他跟就是陳時中部長講的時候 他並不是一種好像就是說 就是我不知道你要怎麼樣子改進 但是你就給我改進的這種態度 他就說我知道怎麼樣子改進 那所以那就是陳時中指揮官 當時就是說那委員教教我們嘛對不對 那所以24小時之內我們就改了那個配送的演算法 是變成按需求配送 而且也推出了預購的功能 那所以高委員就很高興嘛 他就投文說昨天質詢這個明天就改善了 所以我是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個經驗 就是說如果我們每一個人每個藥局 每個藥室等等在提供這些即時的資訊的時候 就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是75%的人要戴上口罩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這個形成的大數據 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蒐集來源 可以有不同的運用方法等等 那這個data ecosystem這個互信的機制 就是保持在那邊的 那如果是說其實這些數據 是在大家就是沒有意識的情況之下 被動地被蒐集 被找到了一些patterns 這些patterns又反過來影響我們 但我們從到尾不知道 而且也不知道要怎麼樣子去做data bias的correction的話 那這樣的話就很可能就這種 從大都市看天下的這種bias 一下子就會變成更深入這個生活的各個角落 所以我會覺得說大數據會不會失準 幾乎完全來自於蒐集一段 是不是在每個人的informe consent 就是我知道這是一個蒐集 而且這個蒐集我有參與的權利 在這件事情上 那如果越多就是越民主化 那它的準確度對所有人的可用性就會增加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覺得就會減少 所以我覺得蘋果做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在增加資料的可用性 讓大家在知道這個資料會不會怎麼樣使用的情況下 有意識的去提供這些資料 這個資料才會變得比較準確 那有66位朋友們問說 每次上第八節課都快要累死 根本學不到什麼東西 而學校又強迫參加 是不是覺得非常的過分 我也覺得蠻過分的 幫QQ 好 那當然有一些動員的方法嘛 那也可以有一些收集這個同意書 然後去說 就是真的要資源的人才能夠來參加嘛 甚至包含這個校車要怎麼樣子開啊 或者怎麼樣分兩批啊什麼之類 其實有很多動員成功的例子嘛 新聞上都有很多 所以我是覺得說 現在既然我們的課法會啊 包含這個服裝儀容什麼審議委員會啊什麼之類 都放到各校去 那我覺得在校園裡面 又運用像Slido這種匿名可以按讚的這種方式 去進行串聯跟社會組織動員的這個能力就很重要 就是並不是說真正意義上 你一串聯立刻就可以明天就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你就是幫你的學弟妹這個著想嘛 就是說你如果在這一屆沒有辦法解決 但是下一屆可以解決的話 那你幫到後面的人啦 所以我是覺得還是可以就是像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把它highlight起來 然後去找說 其他學校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 那或許你也可以就是串聯這個組織起來喔 好 那還有10分鐘喔 可能只能再處理幾個問題了 有60位朋友們問說想學程式設計喔 該如何下手啊 那你看自動校正 該如何下手 我是覺得剛剛講到程式設計最好的 他的做法就是他可以省你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現在在做任何事情 覺得浪費你的時間的話 你就學一點點的程式設計 把那一件事情變得容易 我覺得像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叫Linda Lucas 她是專門教女生學Rails Ruby on Rails 那發起了一個這個Rails Girls 那她的做法其實就是去問大家在生活上面碰到哪一些最浪費時間的事情 那她有一次跟我分享說她到一個地方辦工作坊 換了一個Hackerson 那她的學生裡面就有一個很年輕的一個母親 然後她那個母親就說她的小孩有嚴重的分離焦慮 別人抱都沒有用喔都會哭 那但是她就很困擾 因為小孩也變得比較重了她總不可能就是隨時都抱著她 包含去旁邊的攢貨店買東西喔都一直帶著 那她也比較很難跟小孩說明說 其實媽媽只是去買個東西喔五分鐘之後就回來 因為小孩沒有五分鐘的那個概念喔 那所以這個時候到底要怎麼辦 分離焦慮其實是很多人碰到的這個問題 所以她就讓她學她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的軟硬體的那個工具 因為她不是一般性的學習她只是像我剛剛講一個方向旁邊的星星拿過來 所以這個情況下她要拼乘自己的星座她最後做的呢 就像我現在面前的這個這個技術器嘛 一個很簡單的LED的這個數字顯示器 那這個數字顯示器呢她把它連到她的應該是運動手環吧 就是那個帕步機的不是帕步機啦就是機步器上面 那這個機步器她做的事情就是說她知道她到雜貨店 她走路可能好比想說啦一千步的距離 那所以她就可以說那媽媽去那邊然後再回來 那所以呢來回嘛可能要走兩千步 然後她這個這個數字就會從兩千開始倒數 然後她就教她的小孩看這個LED 就是從這個兩千然後倒數到一千 倒數到五百然後三百兩百然後到最後到零的時候媽媽就會開門喔 然後這個她就一定會這個到家裡 這個非常magical就是她的那個分離焦慮就解決了 那小孩就會一步一步數著好像她腦裡就有這個媽媽 離家裡還有幾步還有幾步還有幾步 那她學到需要這樣子的程式設計的能力 就跟各位要學一樣就是你什麼別的都不學 專門學這個七天一定學的會這個 不管你之前有沒有任何數學或程式設計的這個基礎 那而且你學會之後呢你就變成你的社群裡面的英雄啊 你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分享給別人 因為一定不是只有你擁有到這個東西而已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它有一個明確的生活需要 你花個七天的時間 但是攤題來講 你省自己超過七天的時間 而且你也省你的親朋好友超過七天的時間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那個學習的動力就會出現 而且也會創造出更多的餘裕去學習更進一步的東西 而不是說好像你先好像補習一樣 學一大堆關鍵字 但你不知道怎麼用 那樣子的話其實程式設計的那個熱情很快就會喪失 所以設計是設想嘛 然後跟計劃嘛 所以這個設想先為自己設想 然後再為他人設想 然後這個計劃能夠公開出來透過開放式的創新 那這樣子一下子就可以學到程式設計 裡面就是大家一起去共創那個最重要的那個部分 好 那Mobcon的問題又出現了 有幾十三位 七十四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政委 現在有看到政府的基礎建設 喊出5G IoT 相信各行各業在商模工作模式 心態等等會有所改變 接下來就是數位或者跨領域人才的培育 是不是可以堅持在濁水溪以南長達10年到11年的放式大賞 以及Mobcon建議跟鼓勵 當然這是非常的不簡單 而且是靠社群自發辦出來這樣子的活動 每一年都變得更棒 那我自己當然我是2016年入閣嘛 其實放式大賞那時候我也有來嘛 應該是2017年的時候 那我就覺得說其實絕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現在在講數位跨領域人才建構等等 其實在Mobcon或在放式大賞的社群裡面 早就是這樣子了 本來就是各個不同的社群的貢獻者 也沒有特別去分說 這是什麼科系什麼職位什麼之類的 它是完全一個橫向的 就是各種分組各種角色 然後缺什麼就補什麼 有很多遊擊手在那邊補位 那但是在補位的過程裡面 其實就是跨領域學習最好的時候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看到 其他不同領域的人 怎麼樣來處理任何新的情形 任何突發的狀況 而且今年如果真的做得不好 反正明年還有新鮮的乾嘛 不是 還有新的志工 就是可以一起來用新的眼光 來看我們本來在辦這些活動的這些方法 所以我覺得重點都不是這些UGLT 重點都是說我們這些UGLT 只是人跟人之間彼此認識 然後有點像是共享的一個畫布 就是大家一起創作的一些藉口 但是最主要的還是透過這邊 怎麼樣子累積出人跟人之間彼此信任 彼此共同創造的那種情誼 那這種情誼 就是每次來其實都還是感到很感動 就是大家一起花那麼多的時間 然後把彼此想要看到的一個方式搭上 一起做得更好 所以真的是非常棒 也非常鼓勵大家 好 那我們是不是最後兩個問題 67位朋友們問說 可不可以請問對於108課綱的看法 我對這個課綱其實我是課發會的成員 那當時跟放心舟委員一起加入課發會 我加入的唯一的目的就是 把黑箱課綱審議這個標籤把它撕下來 在我加入的前一天嘛 就是當時高中生犯黑箱課綱事件 這個林冠華提前強勢登出的這個情況 那這個情況當然就讓國教院發現說 其實民間是沒有辦法接受 那種主席做個財事 然後看起來就一切就所有的學校只是 執行而已的這樣的一種感覺 相反的每一所學校 每個老師每個學生 現在都想要知道說 到底課發會或課程會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如果大家如果要抗議的話 也是要抗議就是上個禮拜的那個版本 而不是說10年前的那個版本 大家都希望能夠對焦 所以我自己在課發會裡面 我的貢獻就是一開始自己打字 當然後來請了專業的速錄師進去 那後來到了課程會也是保持一樣的傳統 就是每一次的討論都有主字記錄 讓民間可以進行討論 那所以我的對於10年前的看法就是說 我們當時就已經知道 我們不可能知道12年後 或者15年後的世界到底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這一次就從鋼心課綱 就是每個學校只是教育科的執行單位 變成柔性課綱 就是每個學校自己 用校庭必修 加深加廣學修等等這些方式 自由學習時間 可以去因應新的這個情況 所以像我們總綱通過的時候 當時聯合國還沒有通過永續發展目標 但是現在我們知道說大部分的 共備社群教師都已經把永續發展 包含這個精靈碳排 都已經就是納入他的這個 各科的融合教學裡面 那這樣子就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不是每次都要回去修改那個總綱 或者領綱 而是每一個學校它的課法會裡面 現在也有學生的參與 都可以去把新興的這些議題 隨時隨地的都可以去融入 所以可以說是它有演化的能力 的這樣子一個課綱 所以我覺得保持這個開放性 還是非常重要 那也希望說就是在每一個 教育現場的朋友 都可以充分地運用這樣子的工創的 就像剛剛講 一個畫布的這個感覺 就算你在學校課發會的倡議 你自己用不到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接下來一兩屆的學弟妹 應該是可以用得到的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 對於學生的學準 越來越低的情況 這個就教育部的角度而言 我們能夠做什麼 我是覺得打不過就要加入 所以如果學生的水準 越來越低的話 感覺上可能是那個水準有問題 我說那個準身有問題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學生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幾乎按照定義 就是年輕的朋友 他就是接下來社會會發展的方向 那現在只是說 他那個發展的方向 還沒有擴散到整個社會 就是未來還沒有均勻地擴散 所以比方說在現在的年輕的朋友看起來 螢幕如果不會滑的話 是螢幕壞掉了 但是在我那個時候不是這樣 螢幕如果會滑 是螢幕壞掉了吧 對 但是這個當然就不是誰的問題嘛 就每個人有不同的生產經驗 但是我會了解到說 就是所謂這個一直黏著手機 一直滑手機 什麼之類之類 那這就是一個實際上面的新的狀況 那與其是說 每一次在教學的時候 一定要弄一個什麼停機 平仰機場什麼沒收大家的手機 那我的想法一直都是打不過就加入 就是 那就一開始就秀出一個QR Code 然後把大家手機 至少瀏覽器那個視窗嘛 徵收過來 變成我們課堂的教具的一部分 這樣子的話 對學生來講 就是你看到最後底下這個何樂融融 謝謝您今天的分享 什麼之類 對不對 就是素質看起來也很高 那但是就算是這個水準問題的討論 剛剛有一陣子 這個在底下開始這樣子互相討論 這個也是讓大家注意力回到這個演講 回到課堂的一個好方法 不然超過一小時的演講 大家沒有地方可以PO個文 沒有地方可以按個讚 手會發抖 這個我也了解 所以我第一次就說 與其去說水準高或者水準低 不如就是說 讓大家把那個行李都放在彼此身上嘛 你在這邊被按讚的這個頻率跟速度 絕對比你PO到Instagram上面要來得快嘛 說真的 因為這邊人這麼多嘛 還多個問題 你一PO 至少就是所有當場的人都看到 絕對比 沒有 現在大家Instagram follower一定應該 有些人其實非常多 這就好像有點怪 好 應該比大部分人的Instagram follower的數量 要來得多 就是看到的時候 那就可以立刻從旁邊的同儕 得到即時的回應 但是如果沒有像這樣 投影啊 slido啊等等這些設施的話 那當然如果從授課教室的角度來看 難免會覺得 學生一直盯著手機看一直滑 什麼之類的 所以重點還是在重新設計這個空間 讓我們之間 就算一開始是不同的生命經驗 不同的立場 到最後都可以凝聚到一些共同的價值上面去 那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